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在小嫖准备启动小车的时候 又飞过来一张小卡片 小嫖觉得很烦 直接用雨刷刷掉了 回到家后 小嫖打开电视 电视正在播放深夜档的成人节目 小嫖有点耐不住了 这时小嫖从口袋里又搜出了一张小卡片 看着小卡片上面恶罗多姿的妹子 小嫖情不自禁的亲了上去 亲完后小嫖觉得自己太傻缺了 扔了小卡片 准备脱衣服追觉 这时一双手抱住了小嫖 吓得小嫖摊坐在地上 没想到小卡片里面的妹子居然跑了出来 没等小嫖搞清楚状况 妹子就把小嫖推倒了 就在小嫖喊着 不行快停手的时候 小嫖突然意识到妹子根本不存在 站在旁边的是小嫖的同事 小嫖非常尴尬 急忙给自己辩解 同事笑着说 不用解释 男人都是这样的 就在这时 垃圾桶的小卡片闪闪发光 四日小嫖忙工作 准备放松一下 结果又放到了那张小卡片 小卡片下面还写着 亲吻我 我就可以出来陪你 小嫖一些诧异 昨天不是扔到垃圾桶的吗 但看到妹子这么漂亮 小嫖还是不由自主的亲了一下 刚亲完 卡片上的妹子瞬间消失 然后出现在小嫖的身后 腼腆的小嫖和昨天一样 吓得年年后退 并让妹子别过来 眼看妹子就要闭动小嫖了 小嫖突然睁开眼 发现妹子不见了 站在小嫖面前的又是那个同事 同事准备安慰一下小嫖 却发现小嫖手中拿的是 自己和母亲的合照 同时觉得小嫖太邪恶了 挥手给了小嫖一拳 晚上小嫖盯着卡片 琢磨着什么 这时妹子换了一个姿势 下面的字也换了 妹子适宜小嫖快放她出来 小嫖毫无犹豫的再次亲了一下 妹子出来后 小嫖急忙问她是谁 妹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拿起桌上的啤酒喝了起来 几罐啤酒下肚 两人便聊上了 借着酒镇小嫖聊到了自己的人生 说自己很失败 都这么大了 连女生的手都没碰过 聊着聊着小嫖就睡着了 从这天之后 小嫖就把妹子当做约会的对象 只要自己孤单寂寞无聊了 就会把妹子叫出来 妹子陪着小嫖骑女单车 吃好吃的 还一起唱歌 但在别人眼里 小嫖可能就是一个傻子 因为妹子根本不存在 后来小嫖和妹子越来越亲密 也让一对幸福的小夫妻 他们一起收拾屋子 并靠在一起看电视 这天晚上 妹子有意和小嫖亲密接触 但小嫖拒绝了 她只想和妹子保持这种单纯的关系 自从有了妹子的陪伴 小嫖每天春风满面的 同时一眼就看出来小嫖谈恋爱了 于是就向小嫖传授经验 情侣之间亲嘴 睡觉什么的 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听到这句忠告 小嫖立刻给妹子准备了一次浪漫的烛光晚餐 几杯红酒下肚 小嫖鼓起勇气问 可以亲你吗 妹子有点诧异 不过还是同意了 小嫖摘下眼镜 喷了点清新剂就吻了下去 刚吻下去 小嫖的手就不老实了 妹子急忙阻止了 小嫖生气的对妹子说 我爱你 妹子却说 别自以为是呢 我根本不爱你 我出来陪你 只是觉得你可怜而已 听到这句话 小嫖整个人不好了 对妹子说了一声对不起 并来到外面和同事喝起了闷酒 画面一转 烂醉如泥的小嫖被同事送了回家 这时同事看到桌上有一张小卡片 看到下面写着 亲吻我 我就可以出来陪你 同事觉得很可笑 但她还是亲得下去 刚亲吻 妹子出现了 然后将同事推倒了 没一会儿小嫖醒了 看见同事一关不整的躺在沙发上 地上还散落着那张小卡片 小嫖意识到已经出事了 看到小嫖醒了 同事急忙解释 刚才有个妹子 上来就 每当同事说完 小嫖咆哮着将同事赶得出去 同事走后 气急败坏的小嫖把妹子喊了出来 并且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妹子却说 我想干嘛就干嘛 不用你管 小嫖意识无法接受 上前推倒了妹子 妹子哭着说 我是爱你的 求你别这样 如果你非要这样 我们以后就不能见面了 此时的小嫖 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小嫖发气完后 妹子起身准备离开 小嫖急忙拽住妹子 连声道歉 并向妹子承诺 以后都不会这样了 妹子默然的说 已经晚了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画面一转 一张小卡片飘到了一位女司机的挡风玻璃上 女司机也用雨挂挂掉了 接着过来一位戴墨镜的美女 这位美女正是之前的那位妹子 看那地上是小嫖的卡片 妹子狠狠的踩了一脚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的设定有点奇葩 貌似妹子之前犯过错误 导致她变成了一颗卡片人 为了解除卡片人的封印 所以她在三番五次的勾引小嫖 最后小嫖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替代妹子变成了卡片人 而妹子也就获得了自由 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 冲动是魔鬼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不然就会变成卡片人 电影云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